后续这个遗体会怎么样处理 在动物园这边做完拍摄跟裁剪之后 我们接着会送到家序卫生试验所 去做一个死因的判断 那之后是会把它火化埋葬或者是做成标本 这个部分的话遗体的处理的话 我们后续看要怎么处理 后续会再做一个研究 我们今天这个沸沸今天送到动物园这边来 主要是要进行X光跟断层扫描的一个拍摄 那还有我们也会采取一些检体 来作为后续这个物种鉴定的一个检验 那后续这个遗体会怎么样处理 在动物园这边做完拍摄跟裁剪之后 我们接着会送到家序卫生试验所 去做一个死因的判断 那之后是会把它火化埋葬或者是做成标本 这个部分的话遗体的处理的话 我们后续看要怎么处理 后续会再做一个研究 来动物园做那两件事是要厘清什么事吗 主要是要厘清这一只动物它的物种到底是哪一种物种 因为之前就是有曾经有传说出说它是 它是那个臀尾肺肺嘛 那所以我们做这个物种鉴定确证它是哪一种肺肺 那想请问一下说正常的围捕脱逃的动物程序应该不会用到枪对不对 其实我们动物在围捕的时候 有可能用麻醉枪也有可能是用到猎枪的部分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目前因为动物刚送过来 所以我们也还不确定它身上有没有晶片 那我们现在做裁剪 主要也是希望说后续如果要去厘清它动物来源的时候 可以运用上来 那只是说后续在这个动物来源的厘清上面 到底技术上可不可行我们还会找相关的专家一起来讨论 那目前初步判定可以知道它是公事母大概几岁吗 还不知道因为动物刚送到 还没有办法 想请问这一次的经验过程大概会耗时几天 这个因为今天应该就会送到家去卫生试验所 那可能要动物送到家卫所那边之后 看家卫所那边才有办法去判断这整个检验过程要多久